這個剛剛多重部分在按按鈕 如果說我今天是要插入一個函數 使用者定義兩個 一個是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比較簡單 來看這個多重按確定 給我個成績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完成 這感覺應該會比剛剛來的快 因為原來我們用的是多重 總共要三次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一樣是Visual Basic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 那我們是利用這個 這個前面也講過了 插入一個程序 選方式 一個是一般的 一個是多重 裡面的話要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特別需要 它是互動式的 給我一個成績 我們看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沒問題 那一副 特別重要 千萬不要有什麼 Fornets 因為我們不是自己去抓資料 所以不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也不會有Sales 而是有什麼呢 有你的成績 那你的成績過來的時候 我判斷一下 所以你的成績 給我一個成績 那我Return 我返還給你什麼 你一樣的名稱 所以這兩個一樣 這個邏輯我想跟剛剛那個 Sub是差不多一樣的 沒什麼問題 最怕 因為我常看到同學 就是那個Sub跟Function 兩個就是會混淆 因為很多同學之前有同學 這邊明明打Sub 然後就說 老師按下去 怎麼會沒有那個 使用者定義 我一看你是Sub 你抱歉 Sub是按鈕 OK 要不然就是說 明明是Function 奇怪怎麼會有Fornets 或者是這個Sales 那兩個可能搞混 好 這個部分就完成制定函數 應該沒問題 那後面同學就有問到幾個問題 說第一個 老師那可是我自己用 那我覺得這些函數很好 因為我們公司很多人都用一樣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給他們 他們按插入函數 也可以看到一樣的東西 好 第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 用什麼方法最簡單呢 其實用爭議級的方式 爭議級 那怎麼做 好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我會Demo給各位看 第二個問題說 老師可是問題 那我程式給他們之後 他們如果比較厲害的人 會不會打開之後 看到我寫的程式 那我等於 那這樣就沒有那個 感覺沒有辦法 保護我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 在給別人之前 有沒有辦法 鎖個密碼 那如果可以那就很棒了 給人家之後 也可以保護你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看如何保護 很簡單 第一個 這邊 請你在這個專案上面 按滑鼠右鍵 屬性 屬性裡面 按右鍵有個屬性 專案屬性 保護 打勾 插個密碼 OK 這邊看都會了 插個密碼之後的話 關閉之後 再重新啟動的話 因為現在我沒有關閉 我把它關閉 儲存 記得儲存 不是在VBA裡面儲存 儲存之後呢 下一次你再把它打開 那我乾脆直接從office這邊開 直接開那個resel 最近 這邊這個 打開來 記得要啟用 因為我們那個預設的VBA 是要啟用才能用 開發人員 點一下 密碼跳出來了 有沒有 但如果你不知道 你同事 隨便打一下 按確定 密碼不正確 OK 他就看不到了 對不對 他給不好意思 你寫得很棒 密碼給我一下 他可能開不了這個口 隨便跟你非常好的 不然的話 一般是這樣 會鎖個密碼 對不對 好 那就只有你自己知道 OK 第一個 如何把密碼鎖住 按右鍵 這個 打勾密碼加上去 OK 那大家要取消 取消很簡單 再進來一次 把這個刪掉 這個刪掉 按確定就好了 就移除了 好 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要把這個 你的Function寫了很多 給人家用 怎麼做呢 那這個地方的話 幾個重點 其實也可以從 看一下雲端擺板 我們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剛剛就講的 沒有 加密的 第一個是加密 第二個 要給別人其他使用者使用 很簡單 第一個 另存為爭議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你把這個爭議集給他 請他打開來 再啟用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Demo一下 一 另存 新檔 預設是 因為我這個檔是 2003的 找一下 有沒有爭議集 這邊有個爭議集 爭議集又分成是 2007以後的 跟2003以前的 你可以看那個 是情況 那我們用那個 新的這個 那存在哪裡呢 請你先存在桌面上 存在桌面上 按一個圖存 OK 存完對不對 先把你原來關掉 把它儲存 OK 第一步 那第二個就是說 請你把這個爭議集 再給你的同事 好 假設你 你要給他好了 你給他之後的話 請他怎麼樣 把它打開來 你給他之後 這個是我們第一步 我們這邊的 先存起來 那你給他之後 他打開來 你跟他講說 啟用聚集 一定要啟用 第二步呢 請他怎麼樣呢 請他另存新檔 你看 你看 爭議 跟著一下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先把那個 那麼跟著一下 應該是請他存在爭議集才對 所以 等一下 我們回來再 第一步 一樣就 這個 這個 那請 這個檔你給他沒關係 因為這個檔 我們已經把那個密碼給鎖住了 所以他看不到 那你跟他講說 請你做一件事 給他這個檔 更正一下 請他另存新檔 請他另存成爭議集 這個 那因為爭議集 他會自動幫我們放在 這個目錄裡下 這個目錄呢 就是 在啟動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爭議集 載到 他的系統裡面 我把它儲存一下 記得就是給他這個檔 儲存 儲存之後呢 你把它關掉了 OK 那關掉之後呢 我怎麼知道這個爭議集 是不是被Walk 存檔 給他了 他存了 再來的話呢 要啟用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啟用它的話 這個爭議集呢 不會打開 那怎麼把這個爭議集打 你可以 再開另外的檔案好了 假設我今天 開一個那個 原始的檔案 那個檔案假設說 我還沒有做過那個 比如說這個範例 比如說這個檔 打開來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到那個 上方這邊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爭議集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在 啟動那個開發人員這邊的下面 這個爭議集 特別注意 這個爭議集分兩種 一種我們是Excel寫的 一種是Com爭議集 就是可能用Vizio Studio寫的 我們不管 反正爭議集 按下執行 執行之後呢 就會跳出 剛剛我們那個檔案名稱 所以將來那個名稱 你可能可以改成其他的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爭議集就出現了 那以後的話 如果說他要做一樣的事情 假如他沒有這個爭議集 沒有那個沒有寫那些程式的話 在插入的時候呢 也會出現 使用者定義 裡面也會有 比如說我們剛剛寫的這個多重 就會出現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你想說 欸老師那為什麼你這邊有兩個 因為 爭議集有一個 我這邊好像又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又寫的另外一個 就開發人員裡面 本身又一個 所以會有兩個 有沒有 所以 如果你把你原來那個刪掉的話 那就不會出現兩個 然後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主要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如何幫你的那個檔案加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給對方的話 對方如果要看到你寫的那一些 內建的函數的話 那請他另存新檔成那個爭議集 爭議集部分